相信大家已经看过了初阶的影片 再来就是进阶和初阶有所不同的地方 农夫走动 一开始每位玩家必须先选另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 例如我选择红色的 再来地图上可爱的小农夫 就会依照顺时针方向走动 当棋子开始走动时 走到农夫走动阁 在初阶的规则中 可以直接获得一张种子卡 但是进阶的规则 必须直接开启一个种树流程 在农夫走动阁上时 你可以先玩两个步骤 第一步骤 若是你的手中拥有三颗种子卡 就可以放到属于自己的土地上 第二步骤 就是只上一字移动农夫 一二三四五六 如果走到别人的土地上 那么那块土地的主人就会赠予你三颗种子 或者是一颗桃子 若是你走到自己的土地上 那么你就可以升级你土地上的植物 让你三颗种子卡升级成一颗绿苗卡 完成以后就可以继续让七字走动了 走呀走 又走到了农夫走动阁 一样 可以玩两个步骤 第一步骤 就是可以升级你的植物 让绿苗卡升级成为大树卡 再来一样可以有纸甩子 移动农夫 若是幸运地走到自己的土地 那么就可以再升级一次你的植物 让大树卡收成成为桃子卡 每个玩家可以选择自己想要拿一种桃子卡 就可以获得有三张同样品种的桃子 例如我想要运动桃 这样我就可以让这张大树卡升级 成为我想要的三张运动桃了 这样我就完成了一个种树流程 欢迎大家来亲身体验当农夫的乐趣哦